杰弗里 爱普斯坦 美国人 亿万富豪 爱普斯坦在美国政商界人脉极广 他曾将一座私人岛屿打造成所谓的罗利岛 以招募按摩师为由 诱拐年轻女孩提供性交易 供权贵阶层享乐 2019年 爱普斯坦因涉嫌进行性交易 及合谋拐卖未成年女性被捕并被起诉 在狱中等待审判期间 神秘死亡留下了重重疑问 而就在上周 随着一批法庭文件被解密 一份涉及上百人的爱普斯坦名单被公开 再度引发了渲染大波 1月3号 在纽约地区法官普雷斯卡的命令下 200多份数千页与爱普斯坦有关的法庭文件 被陆续公开 今天我们获得到这些评论 这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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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公开的评论 名字 如前代总裁军林顿 王军安德鲁 甚至连续公开的评论 连续公开的评论 几个年代 普雷斯卡表示 之所以解密这些文件 是因为其中大部分信息 此前已经被媒体或在其他法庭审判中公之于众 法庭文件中出现某些名字 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曾登上罗利岛 或参与过爱普斯坦组织的性交易 但对于受害者及他们的家人而言 这仍具有重要意义 每个人都必须担心 多罗西 一位愤怒的母亲 法庭文件中提到的无名氏5号 就是她的女儿 卡罗琳 2001年 卡罗琳第一次走进爱普斯坦 位于佛罗里纳州棕榈滩的豪宅时 只有14岁 你看到她的无名氏 非常漂亮 卡罗琳是被一名所谓的朋友 10年17岁的弗吉尼亚 哄骗到棕榈滩豪宅的 她被要求 为一丝不挂的爱普斯坦按摩 并目睹了爱普斯坦 与弗吉尼亚发生性关系 事后卡罗琳得到300美元 此后四年时间里 卡罗琳肩网棕榈滩豪宅大约100次 有时一周三四次 其间多次遭到性侵犯 2023年5月 卡罗琳死于服用过量药物 据今日美国称 当时36岁的卡罗琳 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 开启了一段新生活 但她仍需依赖药物 来缓解那段可怕经历 带来的精神痛苦 36岁的詹尼弗阿罗兹 与卡罗琳有着相似的遭遇 14岁时被哄骗到爱波斯坦的曼哈顿别墅 从事所谓的按摩工作 15岁时被爱波斯坦强奸 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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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生活 繼續我的旅程 我沒有想到我的故事 尤其是在那裡 而是沒有 但我希望人們知道 這些是很強烈的男人 應該要負責任 1953年 埃珀斯坦出生於紐約 布魯克林的 一個猶太人空心家庭 你去哪個學校 庫比聯合 你從庫比聯合學校的學歷 沒有 憑著一份造假的學歷 埃珀斯坦進入知名私立高中 道爾頓學院當上一名老師 在美國作家帕特森看來 或許從那時起 埃珀斯坦就誤認為 人生存在某種捷徑 教書期間 埃珀斯坦注意到 一名學生的父親 是美國投行貝爾斯登公司的 高級合夥人格林伯格 從1976年 埃珀斯坦 在埃珀斯坦進行貝爾斯坦 一天我坐在我的辦公室 埃珀斯坦叫我 埃珀斯坦的教學院 有一個年輕的教授 杰斯坦斯坦 想到華爾街上 埃珀斯坦問我 如果我會訪問他 在柯林伯格的介紹下 埃珀斯坦踏入金融界 僅僅兩個月後 公司人事部門就發現蹊蹺 他們有一個人叫 杰斯坦斯坦 埃珀斯坦在他的教育上 沒有在學校中聽到他 我被驚訝 我找了一個騙人 甚至更糟糕 他在威脅威子的女兒 最終 埃珀斯坦不但留了下來 還受到重用 在1980年成為 貝爾斯登的有限合伙人 隨著接觸到的資金量越來越大 他開始覺得 有必要從中分飲杯羹 1982年 埃珀斯坦自立門戶 成立埃珀斯坦財務管理公司 專為身家在10億美元以上的 富豪提供服務 據說 如果你的身家是7億美元 又想得到埃珀斯坦公司的服務 只會收到埃珀斯坦 不太禮貌地回覆 不 謝謝 一位華爾街人士 這麼評價埃珀斯坦 他喜歡讓別人覺得他很有錢 以便更好地融入上層朋友圈 人們知道他 是他非常豐富 他人們在想過一生的生活 很多人都在想過 而他結交權貴富豪的方式 就包括提供特殊的招待 一九九八年 在住宅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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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住宅 住宅 島上 直升機停機坪 私人碼頭 加油站 海水氮化系統 網球場 健身房等設施 一應俱全 一名曾在島上工作的前員工 形容他就像一家 沒有人付錢的五星級酒店 有無疑忍 住宅 it has a nickname the pedophile island but that wasn't the nickname jeffrey gave it and i would say every other month i would see guests on the island and the guests almost always included young girls one time i went to the grotto a little beach as it was coined and when i walked down there was a gentleman who was not jeffrey and three girls the three girls were 最新公開的法庭文件顯示 被戴上蘿莉島的未成年女孩們 會被要求穿上 維密品牌的泳衣和睡衣 被迫遭受性虐待 一些證詞中提到 按摩是對性行為的暗示 島上的經營方式就像妓院 一名代號吳明氏三號的原告稱 她被艾珀斯坦以性目的 介紹給多名有權有勢的男人 包括著名美國政客 企業高管 以及外國政要 這些受害的女孩大多出身貧窮 缺少父母關愛 在心智尚未成熟時 就被哄騙落入魔窟 負責引誘這些女孩上岛的 是艾珀斯坦的女友 馬克思維爾 而當受害女孩 又又騙來另一個女孩 馬克思維爾就會給她一筆賞金 一個可怕的網絡就這樣形成 蘭瑟姆 羅利島受害女孩之一 法庭文件代號吳明氏43號 她在私人飛機和私人島嶼的誘惑下登島 卻被迫與艾珀斯坦和她的客人 多次發生性關係 我會被迫在海外 後來被迫三次三次 那天 你會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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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新公布的法庭文件中 被提到数十次的 无名是36号的身份被解密 他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但克林顿否认曾经登岛 1月3号 克林顿的发言人强调 克林顿在与爱波斯坦交往时 对其可怕罪行一无所知 双方上一次联系 是将近20年前的事 而白宫的访课日志显示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 爱波斯坦至少17次访问白宫 2006年3月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在临近岛屿参加学术会议后 曾受邀登上萝莉岛吃烧烤 最新解密的法庭文件还显示 迈克尔·杰克逊也曾前往爱波斯坦 位于棕林顿的豪宅 但并未接受按摩 杰克逊也从未因此 受到任何不当行为指控 魔术师大卫·科布菲尔 也出现在听审文件中 因为他在爱波斯坦的一次晚宴中 表演了魔术 2005年3月 佛罗里达州终于谈警方 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警方对爱波斯坦的别墅进行搜查 2008年6月 爱波斯坦因教苏和怂恿 未成年人卖淫 被判处18个月监禁 但他却得到工作假释的待遇 是7天一周 那你却出了工作假释 不 先生 多少天一周 你却出了工作假释 6天 那6天 那6天 你却出了工作假释 多少天一周 你却出了工作假释 12天 你却出了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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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所以我再次被判断 再次被判断 2019年7月 愛波斯坦因涉嫌組織性交易 及合謀拐賣未成年女性 再度被捕並被起訴 法官拒絕了他1億美元的保釋申請 然而一個月後 等待審判的愛波斯坦 在獄中死亡 法醫稱他是自意而亡 所用工具是他的床單 不過今年1月3號 美國律師戴維 涉恩爆料 愛波斯坦死亡幾天前 曾被育有尼古拉斯塔塔吉利昂 勒住頸部 但愛波斯坦並未向獄警報告此事 塔塔吉利昂是一名前警察 因殺害4名男子而入獄 他用一根砸袋勒死了其中一個人 愛波斯坦死亡當日 獄警睡著了 監控故障了 獄友離開了 疑點眾多至今無解 1月3號 《紐約郵報》刊發了 對愛波斯坦的弟弟馬克的獨家專訪 馬克透露 愛波斯坦生前掌握著 有關特朗普和克林頓夫婦 極具煽動性的猛料 如果我把兩名候選人的事情抖出去 他們就得直接取消競選 根據《飛行日誌》 特朗普曾7次乘坐 愛波斯坦的私人飛機 往返於佛洛里達州棕櫚灘和紐約 在1994年 克林頓的成績次數更是高達26次 在2002年2003年 曾乘坐愛波斯坦的私人飛機環遊世界 訪問了歐洲 亞洲和非洲 愛波斯坦的私人飛機 後來得到一個臭名昭主的綽號 蘿莉快車 因為常常被用來 在愛波斯坦的各處住所之間 運送未成年女孩 一月三號 法庭文件公開後 西方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一些 聲稱是特朗普與愛波斯坦 共乘蘿莉快車 以及登上蘿莉島的圖片 媒體核查後認定 他們於2023年3月流傳的 特朗普被捕圖一樣 都是用人工智能技術偽造出來的 1月9號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稱 這就是民主黨對共和黨對手所做的事情 因為我在民調中大幅領先他們 1月5號 美國總統拜登 在賓夕法尼亞州 開啟2024年大選的第一戰活動 此時 正值首批法庭解密文件兩天後 也是國會山騷亂三週年前一天 時間節點相當微妙 但法庭的路程 就把特朗普回到真正 我已經贏了選舉 他已經失敗了 目前拜登和特朗普分別是 民主共和兩黨內最熱門的總統競選人 多個最新民調顯示 兩人目前的民意支持率幾乎持平 在美國紐黑文大學刑事司法助理教授 保羅·布萊克利看來 當此關鍵時刻 愛波斯坦案成了美國兩黨交鋒的發力點 只有一位總統競選人 還是從特朗普的海湖莊園俱樂部跳槽過去的 而特朗普則表示自己不是愛波斯坦的粉絲 兩人曾發生爭吵 最後一次交談也是十多年前的事 隨著新一批法庭文件被解封 特朗普從中找到了扭轉局面的機會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轉發這頓法庭證言 並表示自己從未去過愚蠢的羅莉島 分訊室指出 隨著美國進入大選年 黨爭和政治對立還將進一步凸顯 類似愛波斯坦案這樣涉及政界名流的醜聞內幕 預計還會層出不窮 說是驚奇 其實也不驚奇 隨著愛波斯坦案 越來越多的細節被解密 美國政商兩界之間千絲萬縷惠莫如深的關係 再度引發了關注 愛波斯坦在美國上層圈子裡一度風頭很足 而現在兩黨政客都在忙著和他撇清關係 但在美國紐黑文大學 刑事司法助理教授保羅·布萊克利看來 在美國黨政加劇的背景下 愛波斯坦案過去是 現在仍然是一個有用的政治工具 這也進一步揭示了西方社會的系統性缺陷 以及對正義和透明度的迫切需求 我先想想請尋考